護理師從醫師手上 接過剛出生的寶寶 小心放進保溫箱裡 醫院內好幾名小baby 以致排開他們全都是國慶寶寶 在雙十這天喜迎誕生 但其實有位媽媽 可是歷經千辛萬苦 才迎來這國慶日出生的小可愛 子宮頸必所不全 也就是說子宮頸 他在還沒有預兆的狀態之下 也還沒有到逐月的狀態之下 子宮頸就已經先提到打開了 白雲第十六週時 產檢發現子宮頸 提前打開出現子宮頸 必所不全的狀況 羊毛袋滑弱引導 趕緊鬥手術將子宮縫合 術後媽媽臥床長大四個半月 歷經千辛萬苦 終於在國慶日上午九點 剖腹生下國慶寶寶 這個字都是國慶寶寶 恭喜喔 恭喜媽咪 不只新竹 台北 也有雙寶爸爸媽媽 想要給哥哥們填個妹妹 而妹妹也興奮到 比預產期提早六天出生 成為國慶女娃 聯誼的國慶寶寶 至少比去年是持平 也有可能會比去年還多 那我們其實看到數據的資料 知道全國今年的出生數 看起來並沒有辦法比去年增加 雖然今年是榮年 但國慶寶寶卻沒有明顯增加 生育率還是持平 但是爸爸仍然難言喜悅之情 親自幫老婆和上輩子的情人 剪斷期待 要和太太一同分攤 這甜蜜的負擔 不過不只寶寶吸金 甚至有護理師 本身就是國慶寶寶 二十三歲的他 也是第一年到工作崗位 植物不但能在生日這天 和國家一起慶生 還能一同迎接行神明 國慶寶寶迎接國慶寶寶 堪稱最特別的生日 記者新竹台北採訪報導